OK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,观战方的话是零波长,开局给对战方直接吃天蒙地裂,观战方打得很奔放,感觉对战方的一个抗性也是非常OK,作为一个法系的话,这么高的一个抗性,再补一手破血,对战方直接被压倒, 好,对战方拉出了一手配速,对战方童子拉起自己,对战方其实打得不是特别着急,因为本身的话,这个法系的话,打这个尸体战会很舒服,有优势, 观战方浪涌,散战叶压尸体, 对战方直接反手吹过来,观战方有点伤, 观战方打法太凶了呀,疯狂压对面的一个尸体,但是对战方运气很好,也是疯狂弹这个163, 观战方还是把对战方给压死了,确实观战方也是打出了, 凌波城该有的一个气势,对战方这只配速的话,高鬼魂,对战方摆明了是要和观战方打一手尸体战, 观战方场上局面也是非常残,但是观战方的一个单位很多啊,好在的话, 观战方是没有这个锥子宝宝,是控制对战方, 观战方拉出一只高弓, 立批批你的一个配速, 继续拉起对战方,对战方继续秒, 观战方踩塔, 哎哟我的天哪,这只宝宝的话好在是绿了, 而且拖着拖着对战方这只高个蚊子一个宝宝, 等会就爬起来了, 而且感觉对战方弹163的一个频率有点高, 对战方刚才应该不是弹的163, 是弹的神佑, 观战方一手破碎压倒对面的一个尸体, 两千多血的话,对战方还有蓝, 两只利批轮流轰, 哎哟我的天哪,漂亮, 优优独播用